万众瞩目 万众期待的 最后一组 完蛋了 千万别这么期待 我觉得我们很长 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做 坐在那里 旁边就是粉红色的泡泡 没有 完蛋了 压力好大 掌声有请 蔡卓怡和王大璐 好 蔡卓妖 加油 好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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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甜啊 快一想起 恋爱的归籍 对不起何必忘记 绑到我嘴里 无法呼吸在即刻 风景也变着近 也靠近你的阳光很沉添 风景也变着炙热 也靠近你的阳光很沉添 就算很快会消失的情面 这一段感情无法去比 好 他们跳得很好 我对你爱爱爱不完 一直拍很多照片 你是全场的焦点 好 哇 我 好甜 好紧张 因为主要紧张的是 我和她第一次 那么公开地去 一起跳舞 一起跳舞 真的很开心 我好喜欢 那个舞台 我恋爱了 又心动了 就那种感觉 太甜了 你乐什么 我觉得是 就恋爱的感觉 你也想要是不是 你对我好一点 好 少唠叨我 我好像平常真的太少做这些 让她脸红心跳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点忽略这件事情 反省一下 就是我其实应该要 就是再对她好一点 对 再温柔一点 或是再体贴一点 我觉得这个舞蹈 就是给她们做的 所以我就觉得 咱们真的是再恋爱一次的感觉 可以 看完好想谈恋爱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跳舞 对于感情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相较于一味的训练 这种方式 对于刚接触运动的人来说 更加快乐 合体舞蹈的运动 会让夫妻的情感关系 发生微妙的变化 可以更好的沟通以前 可能不太想沟通的事 这是伴侣健身的魔力所在